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有很多人伤心 失去了妻子 失去了爸爸 妈妈 失去了丈夫 失去了孩子 我们看到疫情让我们都好像在过去一年都隐藏在基督里面 蒙神保守 但是我们很多人需要被安慰 那这首诗歌的作者 他现在大概是七十几岁 他在1980年写这首诗歌 他叫做Michael Letler 这首诗歌写的时候 他是最困难的时候 他跟他的妻子离开了 他很难过 他在好像在亚洲的一个小房间里面 就坐在那边很痛苦 然后他就是床上他有一本圣经 然后一个吉他 他就写了这首诗歌 你是我长生作者 诗篇三十二篇一七节 说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 得以得救的乐歌视为四面的环绕我 他写了之后 就跟一些朋友分享了 但是他一直没有发表这个诗歌 因为他觉得这是他一个很痛苦 或者很私人 很private的moment 他就没有写了 大概九个月之后 他去了以色列 去到那边有一个叫集体龙庄 那在那边服侍 那这边跟别人分享这首诗歌他写的 没想到这群人在那边回到加州的时候就唱这首诗歌 很受欢迎 后来Maranda就知道这首诗歌就通知他说 可以请你这首诗歌给我们录制 所以这首诗歌就这样来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的确就像大卫在很多困难的时候 他就神给他很多安慰 就是去安慰 安慰了许多的人 那我今天想跟各位分享不是诗篇三十二篇 而是想到我们的确是可以隐藏在基督里 藏在基督里面 逃避这些苦难 痛苦 那我们怎么样去出来呢 我想用另外一段经文跟各位分享 这就是以赛亚书四十章 我们要隐藏之后 但是我们也要开始出发 得力 但是我们的确是需要神的力量 这段经文一共第四节 这节就讲什么呢 他说 第四十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 他永在的神也要划创造地基的主 并不疲乏 也不困倦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第二十九节 疲乏了他赐力量 能力软弱的加力量 第三十节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强壮的人也全然跌倒 但是等寇也要划了 必重新得力 他们必如阴长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而这段经文其实我们把它分析一下 其实它就是两大段 一段是讲神怎么样 一段是讲人怎么样 那这位神怎么样呢 第一段A 就讲到神不疲乏也不困倦 那他是因为他创造了 他有智慧 他是永远有能力的 然后第二点就讲神愿意把他的能力赐给人 这边就讲神赐能力 他加加力量 给什么人呢 疲乏的人 软弱的人 我们可能都经历到 我们有时候看到工作上有很多人有困难 不管是疾病的缠绕了 或者说身体上 或者说经济上 工作上 人际关系上面 但是我们都会疲乏困倦 然后下面讲第三十节就讲 人呢 会疲乏 会困倦 是正常的 甚至会跌倒 全然跌倒 这个字就是跌倒 跌倒 两个字重新重复了 就是讲到 你不管是年轻的 或者很强壮的 都有一天你会软弱了 我们看到这个诗歌的作者也是 他可能是一直都很好 但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就软弱了 所以这边就描述人的光景 人不能够说我们自己能够定胜天 我们是其实人其实脆弱了 当我们认识自己是软弱的话 我们就看到了 要来到神面前 所以最后这一节讲什么呢 他说人呢 当等寇也要化的 必重新得利 那怎么样得利法呢 他用一个描述 如因长翅上腾 他们奔跑不困倦 行走不疲乏 那我们看到这里讲到 一个秘诀是什么呢 你本来是来到神面前等候他了 怎么样等候呢 我们看到这个老鹰 可能飞到在树巅上面 或者是岩石边 我们也看到他感觉到 他知道那个气流上升了 我们知道这个很多 我们看不见的这种气流 从地因着热气而向上腾 他感觉到这个气流上升的时候 他只要展翅 把翅膀一张开 那个气流就把它上升了 所以他不用力 且他只要把翅膀张开了 那也有人说我们这个翅膀 就像我们的祷告一样 把手张开来 那同样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就讲到一种力量 他叫做力量叫什么呢 就是重新得力 重新这个字是renew 就是个字好像我们 穿上新的衣服 我们看脱去旧人 穿上新人 同样我们穿上神给我们的力量 这个全副的武装 我们就穿起武装 全副武装我们就有精神了 因为我们有神给我们足够的保护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典范就是我们的困倦 就是我们工作会忙碌 或者甚至有些事情不厌其烦 然后我们又看到疲乏困倦 就是有时候真的是觉得心情低落了 这边就是来到神面前 他在某一个时候等候他的时候到了 这就是圣灵的时候到了 那在我们的生命中间 或者是这位作者Michael Landon 我们看到他等候的时候神给他化学 这个诗篇三十二篇 那重新得力了 他就能够到诗歌如音长翅上腾了 然后这里所描述的这个是等候这个字 是好像我们是个盼望 好像stretch towards 就是我们很盼望 不是说我坐在这边就等 乃是说我很有盼望 我要等候你希望你快来 主啊我愿意来 这种那这边等候 因为叫更换 更换就是说我自己就是重新的意思 就是我们再不靠自己了 因为靠自己的就算少年人 强壮的人都会困倦都会跌倒 我要靠主了 所以保罗也说我要夸我的软弱 好叫神的能力复辟我们了 所以我想我们可能居家一年都多了 我们这个时候可能是等候了 时候到了 现在疫情也慢慢好了 我们开始不但是要出这个隐秘之处 我们要如音长翅上腾 做成神的工作 我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那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你是我们长生之处 那我们在困难的时候 悲伤的时候 无力的时候 我们可以隐藏在里面 但是在你里面 我们在等候你 等候你的必重新得利 但愿我们在你里面的时候 我们知道靠自己是 就算少年人壮年人都会全然跌倒 但是等候你的必重新得利 但愿我们的力量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 但愿你祖主 你自己的能力复辟我们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清神的 让我们展开翅膀的时候 并上腾 让我们的境界能够看得更远 让我们的能力在这边 是靠主的力量 让我们在上面上腾 以至于我们所做看见的 所做的工作是不一样的 是从主那边来的力量的工作 让我们在准备这个教会 可能有不久的将来开放 让我们能够每一位都能够靠主的力量 享受你的能力 以至于我们所做的事情 如音长翅上腾 能够荣耀你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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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